2007年,三位年轻人投资创业,入住郑州某写字楼,没想到却成为一系列恐怖梦魇的开始。 女孩深夜加班时的怪事,出租司机深夜的迷茫,夜班保安口中的监控画面,发小打来带有诡异女生的电话,都令人含毛倒数细思极恐。 网友翻找新闻,才恍然大悟这里真的发生过命案,让故事更加扑朔迷离。 欢迎收看走出科学之天涯论坛十大灵异事件第二季,郑州2007,一。 大家好,欢迎收看大型娱乐节目,走出科学,我是邓肯,他是月月。 9年前到2013年7月31日,一位叫利赫居士的楼主发帖,讲述了自己5年前于河南郑州创业时的一系列离奇恐怖遭遇。 楼主是一个苦逼的程序员,当然啊,高情商的说法叫软件工程师。 2007年春节刚过和两位朋友一拍即合决定开公司创业,老大持股51%是公司的实际掌权者,老二持股33%,而楼主投资6万加上自己的技术,持股16%是为老三。 经过筹备啊,老大选择了郑州市紫荆山路上一座商务楼,楼是圆柱形的,中间是楼梯间和电梯景,这种造型在当时颇为时尚,这座楼在河南郑州很有名气租金也很高,而楼主三人没想到,这间商务楼成了一切噩梦的开始。 很多年后,远走他乡靠打工艰难还债的楼主还常常回想,如果当年没有选择这座商务楼,是否结局会有所不同?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楼主没有透露这座商务楼的具体名字,但经事后网友们的考证应该是某某国贸,面对网友的考证楼主不置可否应该算是默认了。 这天,老大带上女友兰兰以及老二、老三,也就是楼主一起看房间,楼主说我们的房间在12楼1205,我们一行四人来到房间门前,老大正在开门,我往右看,隔壁1206是一家美甲店,亮着橘黄色的灯非常温馨,而左边应该是1204却黑洞洞的门牌都没有,看起来荒废很久。 楼主心里起疑,紫荆山路是郑州最繁华的路段,寸土寸间啊,非常抢手的商务楼怎么会有一间租不出去呢? 没有多想就和老大进屋了,刚进房间只见老大女友兰兰,用手揉了如肩膀,还嘟嘟囔囔抱怨说,这么冷? 确实刚进门就有一种刺骨的寒冷感,那种感觉难以名状,不过房间还不错,宽敞明亮,这里之前是一家美容店,女老板经营不善就关门了, 老大请人装修了一下,又买了一些办公用具,老大坐在办公室的椅子上大喊,兄弟们,我们要在这里打出属于我们的天空 老二给老大点了一根烟,二人开始一边抽烟,一边畅想美好的未来 楼主不抽烟,也不爱吹牛,就默默走出房间到走廊逛一逛 兰兰也不抽烟,就跟着楼主出来了 兰兰夺步,来到隔壁荒废的1204大门前,趴在玻璃上往里看了一眼 又跟楼主来到美甲店这边,一进门,几个美甲师热情的错过来 你好,要做美甲吗?楼主说,我们是隔壁新搬来的,过来拜访一下 没想到美甲师非常诧异的神情说,哦,这样啊 这时,美甲店店长从里面出来,礼貌的和我聊天 邻居啊,以后咱们互相多多关照什么的 店长问我是哪个房间的,我说就是隔壁1205 没想到此刻店长突然脸色大变 1205,那,那你们隔壁不就是1204吗? 话一说出口,旁边的几个叽叽喳喳聊天的美甲师也突然不说话 像怪物一样盯着我们俩,我问,有什么不对吗? 店长说,啊,没什么没什么,我还有事,失陪了 说完,转身回到屋里,美甲店中气氛非常贵 几个美甲师也转身进到房间,我和小蓝也就识趣的走了出来 蓝低声对我说,他们好像对1204有点什么看法 我点点头,我回到自己的1205门前准备进门 蓝蓝却非常好奇的跑到1204门前,又趴在玻璃上往里看 此刻他突然啊的一声尖叫 只见他背靠着墙壁,面色苍白,瞪大了眼睛 惊恐的盯着1204的门 老大老二听见声音过来,把蓝蓝扶进屋里,倒了杯水 定了定神,蓝蓝说,那屋子里有人,有个女人 老大说,有人正常啊,都是来租房子的吧 蓝蓝说,不对不对,肯定不是 此刻,老大骂了句脏话,冲出屋外就要去隔壁探客究竟 蓝蓝却带着哭腔说,别去 直到楼主说要陪老大一起去 蓝才不说话,老大趴在1204的玻璃门上往里看 说黑咕隆咚的,啥也看不到 楼主也趴在玻璃上看了一眼 里面黑洞洞的,只能勉强看到有个前台 还有几个倒着的花篮 地上乱七八糟的放着一些杂物 再往里啊,因为太黑,就什么也看不到了 老大认为蓝蓝是看花眼的 我俩回走 楼主此刻联想到刚刚美甲店员工怪异的神情 就问老大,你怎么选的这个房间啊 老大说,我也不知道 我刚来的时候他们还给我推荐这1204呢 我嫌他带个4不吉利 这才选的1205 这件事就这样过去了 楼主说直到最后,蓝蓝也再没回过这里 接下来先出事的是老大 公司终于开张了 可业务一直不是太好 头两个月只做成了一单生意 房租,水电,员工工资支出很高 我们三人都非常焦急 尤其是性子级出资又最多的老大 据说和蓝蓝也没少吵架 这天长远市有一单生意联系我们 老大决定亲自开车去洽谈 没想到出发前这晚老大做了一个奇怪的梦 梦中他开车在高速服务区里 不小心撞了一个小孩 那个小孩穿着一个红肚兜 他瞬间惊醒 第二天一早老大心里打鼓 去还是不去 这个梦会不会有什么不好的预兆 可公司现在这个鬼样子 这笔生意能拿下还是尽量拿下的好 于是他决定去 路上注意点就是 小心翼上了高速 中午有些饿 老大开车进了一个服务区 停好车后下车的一瞬间 他一身冷汗 太像了 这里的场景和昨晚梦里的太像了 面前两个大货车 右边是一辆黑色奥迪 甚至服务区和超市大门都一模一样 下车吃饭 刚走出服务区的大门 突然看见停车场旁边 站着一个中年妇女 领着一个小孩 更加恐怖的是 孩子身上穿着一个红肚兜 老大说此时他反而不害怕 他就坐在车里 等着对母子离开后 我再发动骑车 可没想到等了很久 那对母子依然没有离开的意思 老大此刻突然想起民间一个说法 开夜车的司机如果梦见自己压到人 就去找一件和梦里被撞着颜色相近的衣服 用轮胎碾过 这样就可以化解劫难 于是老大走上前去 跟那位带孩子的妇女说 喜欢孩子身上的红肚兜 想十块钱买走给我家小孩穿 对方不同意 说这是我们自家做的 老大最后无奈狠心开价二百 这位妇女欣然接受 让孩子把肚兜脱下来交给老大 老大把肚兜放在车轮下 觉得自己能破掉这个结了 哪知人算不如天算 老大发动车的一瞬间 那个孩子看见自己的肚兜在地上 突然冲过来捡 孩子就这样不小心被车撞倒 老大此刻大脑一片空白 妇女也哭喊着过来 孩子满头都是鲜血 无奈 老大的孩子去了医院 经过检查没有大碍 双方协商后 老大赔了对方一万元 怪异的梦 第二天真的飞来横祸 让老大开始相信某些玄妙的东西 讲完老大的遭遇 视线回到楼主这边 这段日子楼主发现 隔壁1204还是没有租出去 而1206的美甲店每次下班 小姑娘们都是鸡鸡喳喳 成群结队一起走 从不落单 还有更奇怪的 这层一共24个商务间 白天人很多 办公都很热闹 可每到晚上7点 所有单位准时关门走人 而且所有人都会有意避开 1204的房门 这段日子虽然没人明说 但楼主三人也品出来了 1204确实不得进 然而我们签了半年合同 生意本就不景气 哪能说班就班 反正年轻胆子也大 就没太当回事 毕竟什么鬼都没有穷鬼可怕 一天晚上楼主独自加班到10点 关闭电脑准备拉电闸离开 拉掉电闸 摸黑往大门处走 此时漆黑一片 身手不见五指 安静的吓人 楼主摸索着走向大门 可他说自己走了差不多一分钟 还是没有摸到大门就这几步的距离啊 平时闭着眼睛都能到今天是怎么 楼主掏出手机借着微光观察四周 发现自己居然还在电闸下面原地没动 楼主心里有些害怕 合上电闸先开灯再说吧 没想到合上电闸后怎么摆弄开关 灯就是不亮 楼主慌了 试着拨电话 可无论拨给谁 传来的都是无法接通的提示音 难道我走不出去了 楼主惊恐万分 几乎绝望 甚至想发条短信给家人留下一言 就在此时 楼主说看见眼前一堵青砖盖成的墙 一层一层在自己面前盖了起来 把面前的路给堵住了 楼主想起了老人说的 遇到鬼打墙可以骂脏话 于是平时非常文明的自己 把能想到的脏话全都说了一遍 没想到奇迹出现了 几分钟后面前的石墙突然像青烟一样消失了 回手再去按开关 办公室的灯亮了 楼主有种死里逃生的感觉 灯都不关 立刻逃离办公室 走出大厦 直到走到人来人往的紫荆山路上 才长输了一口气 下一个碰上灵异事件的 是公司的内勤小姑娘莉莉 一天中午莉莉吃完饭 躺在办公室里休息 正巧这天公司没人 她就把大门反锁关上了灯睡了过去 刚一睡着 莉莉就感觉到大腿被人拍了一下 啪 她吓了一跳 睁眼发现什么也没有 觉得是不是幻觉就继续睡了 可刚一睡着 啪 又被拍了一下 她吓醒了 环顾四周屋子里确实一个人没有 她喊了一句 谁啊 房间依旧静悄悄的 突然办公桌上一台显示器 啪 亮了 那台电脑正处于休眠状态 就好像有人碰了鼠标或键盘一样 幻想了她 显示器幽蓝的光线把办公室照得十分诡异 大中午的让莉莉一阵发猫 正当她不知所措时 那张办公桌的椅子 直妞想了一下 之前侧对着她的椅子 突然正了过来 自己正了过来 后来莉莉回忆说 那场面就好像一个人坐在上面 突然转过来 面对着她 但那椅子上是空的呀 莉莉吓得尖叫想往门外跑去 却发现大门被自己之前反锁了 钥匙还在里屋的沙发上 可她不敢再回里屋拿钥匙 一心想出门 她拼命的锤房门高喊求救 隔壁美甲店老板听见声音 立刻给保安打电话 两名保安上来后 从外面当然也打不开门 但莉莉死活就不愿意进屋取钥匙 美甲店店长立刻打电话给楼主 楼主赶来用钥匙开门 莉莉才从里面逃了出来 站在人群中间 隔了好半天 莉莉说了两个字 有鬼 楼主此刻注意到 身旁保安的脸色都十分阴沉 两名保安带着楼主进门检查了一下财物 莉莉很快也被男朋友接走了 第二天就递交了辞职报告 再也没有回来过这里 时间来到2007年5月 公司买了台服务器 安装完成后已经很晚了 楼主和两名技术人员又进行了调试 一切弄完后 楼主让两人先走 自己关灯锁门 没想到两人刚出门 脸色煞白的跑了回来 二人对楼主说 这里真的有鬼 经历过此前几件事儿 楼主已经比较淡定了 二人说 刚刚在走廊迎面 看见一个白衣长发的人影 冲着他们俩人以极快的速度冲了过来 他们啊的一声惊叫 下意识的左右闪躲 那个家伙从他们身边穿过 再回头看去 什么都没有 整个过程也就一秒钟 二人不敢下楼了 于是回到办公室找楼主 楼主安慰了他们两句 带着他们匆匆下班离开 第二天一早 楼主发现两个小伙子 真的猛 居然把昨晚见鬼的经历当成谈资 在和公司里的人吹牛 楼主叫上老大老二开了个碰头会 讲了昨晚这件事 老二沉默不语 老大说咱们要搬家也得合同到期之后了 现在这经营状况真的没钱在折腾 老二也点点头说 吓人是吓人 可那家伙毕竟没伤害我们 就算真的有什么不干净的东西 我们也和他无冤无仇 楼主说 可那家伙好像一直在故意捉弄我 兰兰第一天在隔壁被吓到了 我在这里遇到了鬼打墙 莉莉被吓得辞职了 昨晚这俩小伙又说看到白衣人影 谁知道以后还会出什么事 三人决定先打听打听这里 以及隔壁1204之前发生过什么 老大说啊 这家店以前是个美容院倒闭了 我是在美容院女老板手里转租的 楼主和老二这才知道 这间房子不是跟大厦租的 中间还有个二房东 老大说 这两天得空 打电话问问美容店女老板吧 终于我们初步了解到 1204房间之前发生过什么 这天周末员工们休息 老大老二楼主三人留在公司 上午十点 一个打扮时尚的女人来到公司 走进老大办公室 她正是之前这里美容店的老板 也是我们现任的房东 15分钟后 办公室里传来争吵声 只听老大吼道 你早知道 不对劲 租给我 几分钟后 大门砰的一下打开 女老板怒气冲冲的走了出来 回头威胁老大 你给我等着 老大也不出场子 回复道 好 我等着 老二问老大怎么了 老大说了句脏话 隔壁1204一直都不正常 她干美容院的时候就一直出事 后来美容师吓得都不敢上班了 她是没办法才转租给我的 妈的 当初不告诉我 没想到这女人真的不一般 上午11点 这女的回来了 带着七八个壮汉闯进了办公室 还威胁老二和楼主 没你们事 滚一边去 老大被这群人按在椅子上 那女的过去就是一个大逼的我 这时候大罗保安也跟了进来 但保安们不敢出手 老大眼睛红了 掏出手机要报警 但女老板嚣张的说 你报啊 我等着你报 此时壮汉们又冲进来 给老大一顿拳打脚踢 但没有打击要害不为 这群家伙似乎很有经验 赶在警察到来之前离开了 老大进了医院 但都是皮肉伤 没有大碍 又去做了笔录 毕竟不是什么好事 办公室都被砸了 老二和楼主决定通知员工们 办公室装修 全体放假三天 下午老二和楼主收拾办公室 忙活到五点 电话响了 是隔壁美甲店女店长的 她叫欣 这段时间相处楼主和欣 很投缘 关系不错 欣听说公司被砸的事 打电话来问回一下 楼主此刻终于向他问出了 那个如梗在喉已久的问题 1204究竟怎么了 欣沉默了一下说 其实我现在就在店里 但我宁愿给你打电话 也不愿意去隔壁找你 更不想踏进你们的门 因为你们1205和隔壁1204都不干净 楼主此刻打了个冷颤 之前一直认为是隔壁1204有问题 偶尔连累我们1205 现在从美甲店店长嘴里才明白 原来我们这两个房间都不干净 再三要求下 心说楼下咖啡厅见吧 楼主想到自己为公司投入付出这么多 一旦全赔进去自己无法接受 这次一定要弄个明白 便立刻下楼到咖啡厅和欣见面 见面后欣点了一杯卡布奇诺 喝了一口慢慢的说 我到这个店当店长时间不长 对这个事也是听别人讲的 简单的说1204里面死过人 楼主浑身一冷 欣继续说 听说1204原来是一家公司 后来老板有了外遇 明目张胆的和小三出双入对 他老婆无法接受 和他闹了几回 可他丝毫不在意 老婆绝望之下自杀了 而且是在公司1204房间里自杀的 从哪之后 1204房间就不太平 再后来老板把公司关了 心说我就知道这么多 楼主追问道 那我不明白1204死过人 为什么我们1205也出事 你们1206以及这个楼的其他商户都没事 心说确实是这样 我们都没事 只有你们1205房间跟着出事 我们一个美甲师还亲身经历过一件怪事 心接着说 我刚来这里当店长 几个美甲师告诉我 咱们店每晚七点必须关门走人 而且大家一起走 不能落单 我感到奇怪 正常服务行业都是晚上下班之后客人才多 你这七点就关门 美甲生意还怎么做 于是美甲师给店长心讲了1204的事 这位美甲师叫小梅 之前一天晚上八点左右 小梅到走廊上休息 正巧看到隔壁1205一个美容师出来接电话 那美容师还跟小梅打了招呼 点了点头 打电话太投入了 竟然踱步走到了1204门前 因为几天前里面刚死过人 小梅想提醒她别过去 可她聊得太投入了 就在她挂断电话的一刻 诡异的事情发生了 美容师突然低头站在1204门前 一动不动 沉默不语 小梅看她很奇怪 问她怎么了 美容师依旧低着头 古怪的说了声 嘿嘿 我没事 好着呢 小梅说她的声音奇奇怪怪的 绝不是平时自己的口音和声音 随后她掏出一个手帕 甩来甩去 看起来不太对劲 小梅问她你到底怎么了 她回答说 我没事啊 好着呢 正巧保洁 吴阿姨路过 小梅就指着美容师问吴阿姨 阿姨您看她怎么了 我怎么觉得她不对劲 吴阿姨年纪大 经历的事多 走过去用比较严厉的口气问 你是谁 你从哪来的 美容师不说话 吴阿姨又说 你快走 不走我掐死你 又去用手掐她人中 美容师用手一挡 嘿嘿笑着说 我走 我走 此刻美容师大梦初醒一般恢复了正常 茫然的看着眼前吴阿姨和小梅 小梅松了一口气 问刚才你怎么了 美容师说 没怎么 我就记得我接电话之后迷迷糊糊的 然后就看见你们俩了 吴阿姨告诉小梅 这种情况一般都是被鬼附身了 他们农村有过这种情况 心说 从那之后 美容院就搅得天翻地覆 应该不止这一件事 美容师一个个都辞职了 美容院开不下去 就把场地转租给了你们 楼主这才明白自己当了大冤种接盘侠 难怪老大和女老板发了那么大的火 此刻还是那个重要的问题 楼主和心都没有答案 那就是这个鬼死于1204 他为什么不找别人麻烦 偏偏缠着1205不放 难不成他的死和1205的人有关 从咖啡厅出来 楼主望向这座大楼 望向12楼 心中无比疑惑与恐惧 一阵夜风吹过 心对楼主说 这话我不该说 但能撤股还是尽早走吧 这里不适合待下去 心还安慰楼主说 要不明天来我们店里 我给你手指甲上写个佛字吧 楼主笑了笑 婉言谢绝 楼主说现在写这个帖子时 还特地把心约了出来 聊了聊六年前那些事 不过心已经不愿意再回顾 那些恐怖的往事了 在惊恐和不安中 事业还要继续 之后的几天 楼主听说老大和女老板和解了 不知道这中间发生了什么 本以为可以安安心心工作一段时间 没想到接着下一个倒霉的是老二 老二是个沉默寡言但精明的人 他结婚了 看起来夫妻和睦 然而老大和楼主很快发现 老二在外面有小三 一天晚上 老二把小三约到公司见面 应该是想炫耀自己当老板 按说这种闹鬼的地方 大家晚上都不敢来 然而老二色胆包天 趁公司晚上没人 把小三叫来 二人在办公室里 办完事之后出了门 小三指着1204房间的门问老二 这是什么单位啊 老二为了逗他 神秘兮兮的告诉他 里面死过人 小三有点害怕了 说咱们赶紧走吧 没想到老二此刻装逼隐犯了 走到1204门口说 有什么可怕的 当着小三的面就往里看 这一看可出事了 此刻对面建筑上方的霓虹灯 正巧投射来一束光 透过窗户照在1204的地板上 一瞬间老二清楚的看见1204地板上 趴着一个女人 他心里咯噔一下 只见这个女人动了 五官看不清楚 但好像在盯着自己看 老二撒鸭子回头拉着小三就跑了 在电梯里依然双腿发软 第二天就病了 病得很重 他趁老婆不在时 偷偷把昨晚的经历 告诉了老大和楼主 之后他整整住院三个月 人瘦的皮包骨 也因此他后来再没参与过公司的事情 而楼主怎么也不会想到 到目前为止 这一切还只是恐怖噩梦的一个开头而已 请看下期 中元节的出租司机 帖子太长 需要一点一点梳理 请大家多多耐心等待 还是点赞投币越多 咱更新越快 谢谢大家 下期见